再来的话308题的这个方法二 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求余数 然后与那个除除做累加 所以这边的话会用到两个运算 其实是有点像用计算的方式 而不是像前面这个地方 是有点像怎么样 就是切字串 这个地方也就是把文字当一串的字圆 一个字一个字切出来的道理 所以两个其实概念真的差还蛮多的 一个有点像是把字取出来的 一个是怎么样?拿来做计算 所以当然相对的我发现方法二还是比较困难一些些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顺便补充一下 那另外的话上次上课同学提到就是说 这个for回圈的部分 其实除了用for i in range 就是0.len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样方法? 我先把上面外回圈这个先把它注解掉 Ctrl1好了 先不要有外回圈好了 先单纯一点点 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各位先写内回圈部分 因为内回圈写完之后你外面再加就好了 比较单纯 不然如果你又每次加一个外回圈 其实相对程式会比较复杂一些些 OK 然后同学会有提到说 其实 这边的for回圈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把这个range 那个range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 把那个编号放到i 所以这个i的这个作用有点是 取得什么?取得一个编号而已 然后所以将来这个i再把这个编号 放在a中瓜糊的那个里面 那意思是说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a里面的第几个字的意思 也就是说假如a a输入的时候是什么? 98765好了 那它是一个文字的话 把它放进去,我们没有转型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取出来的话 分别是这样的 那它有个编号 如果你要取得第1个9的话 那就是a中瓜糊里面放0就可以了 如果0的话指的是9 1的话指的是8 2、3、4 所以0到4就是分别取出 它的每一个字元 所以其实这个文字字串 跟那个所谓的串列 也蛮有一点点类似 那之前我跟各位讲过那个串列 就有点像一个清单 那也就是说你把那个文字 把它当成一个清单 一样做输出 所以它会一个字 一个字帮你取出来 所以大概类似像这样概念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的话 我觉得这一题就简单的 那只是所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成另外一种方法 因为这个当然 我没有特别讲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讲的多对各位有帮助的话 那当然我都多讲 可是如果说讲的多了 反而你怎么讲 用不到的话 反而会增加同学们的负担 所以有的东西 我就尽量讲那个 我觉得最好的那个答案就好 其他没讲的话不是不重要 只是说暂时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那当然呢 什么时候会讲 那当然如果同学问到了 如果有同学问到 那表示说 你们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就再来讲 OK 比如说同学有提到说 这个for i 这个地方 其实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写成for each的方式 现在是我们把那个编号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range指的是上面的编号 那如果说我现在不是要这样写 我是要直接把98765 一个一个取出来 放到i里面去的话 那写的方法 特别是要更简单 那怎么写 如果说你要改成另外一个写法 那我把上面这一行给注写掉 那我把上面这一行给注写掉 如果说你要写用for each 那个叫for each 你可以什么 for i 直接怎么样 in怎么呢 后面就不需要一个range 而是直接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a就可以了 冒号 那当然未来 以后这个a的位置 也可以放一个串列 那它会怎么样呢 这个的叙述就是说 for 后面其实应该要有一个keyword叫for each for each 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for each 每一个字哦 从那个a里面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取出来 所以哦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它会把那个什么 9 8 7 6 5 OK 它会这样子 它会先取第一个 意思是说每一个哦 所以它会先把9 先放在i里面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i里面放什么 它是第一次是放9 那等到它跑回来之后 它找下一个 nest 就有点像下一个 那就第二次的话 i就放8 7 6 5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话 那写成这样的好处啦 就是程式应该看起来 比上面的程式更精简 只是说啦 我没有讲 因为反正你程式写的出来 就OK了 你进太多种 解法哦 然后最后考试的时候 不知道该写哪一种 反而更麻烦 干脆我就跟你讲一个 我觉得最常被用到的 那就是上面那个写法啦 所以其实 下面这个写法就是 如果你上面的写法 已经写的已经很熟练 没关系你再多练一个哦 这个叫for each的写法 也就不是编号哦 直接把这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抓 抓到哪里 抓到i里面 所以哦 我们知道有这个特性之后的话 那这个 底下这个地方 A中瓜糊 i 你就不需要写 不是写这样了 你就直接写i就可以了 因为呢 他第一次就抓9嘛 9放进来 把它转换成整数 变成一个9的数字 再去跟ANS累加嘛 加完之后帮你存起来 再换下一个变8 一样怎么样 然后7、6、5、4、5到5 就把它全 最后计算完之后呢 一样把ANS直接做数 所以其实哦 大概没什么改了 主要如果你要把那个 for range的方式 改成for each的写法的话 就是改这样而已 OK 大概就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range 把它改成A 第二个地方的话 本来是A什么 中瓜糊 里面放一个i 改成直接放i就可以了 OK 感觉好像比较简单 OK 但为什么我没有特别讲 因为我发现 我们原来写那个方法 比较通用 因为很多地方 大概都这样用 那for each的话 他使用的时机是什么 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清单 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我就用for each 但问题是哦 以后你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说 哦没有 我只要取这个清单里面的部分资料 那你就不能用这个for each的写法 为什么 因为for each就全部取哦 那就不OK 可是 如果你用for range的话 就OK 为什么 因为range的话呢 你可以设定 哪一个 你这个资料里面的那个清单哦 我只要取第几个到第几个 你可以用range 所以这个地方哦 可能使用的时间哦 这个时机也不太一样哦 那这个座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那一样我这边输入98765好了 那一样哦 它是什么 先for each嘛 就把enter 然后放在a 然后呢 就分别把那个9 先放过来 转型的 加987 OK哦 输出应该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enter应该是会跟 之前那个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有没有 digit 所以哦 这个做完之后 假如说你要改成 外回圈再加的话 一 把上面这两行写上去 二的话呢 把下面这些呢 把它 选起来按个tip 把它 它这几行变成这个上面这个for each的回圈的里面的执行内容 这个 这个叫外回圈 这个叫内回圈 先外回圈跑一次 看要跑几次 然后你底下就执行几次 OK哦 那比如说我这边执行的话 当然我这边输入1的话 那98765 它就跑一次 OK 如果跑三次啦 其实也一样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刚刚可以因为上次上课有同学问到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哦 来吧 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